剪紙藝術家吳耿珍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完成四版各有一千零一張剪紙的作品 庞大的創作量體跟日記一樣 記載了吳耿珍的時間片刻 他為此還發起了一千零一頁剪紙計畫 一張一張郵寄給很多藝術家交換他們寫下來的文字 吳耿珍希望最後能夠收集成當代版的一千零一頁故事大全 三張大長桌上交錯排列一千零一張珠紅色剪紙 圖樣豐富卻有點跳通 除了有具象的人體 動物盆花或奇幻的幽浮外星人 也有抽象的X和三角形 藝術家吳耿珍耀時一年多用剪紙寫日記 它是一個文件型的展出 它在展出我生活裡面的可以說我生活的總和 那生活本身是影響力創作形式的一種很大的基本的一個調性 所以在做這個作品的時候我就希望說 我可以嘗試一下跟以前不一樣的創作方式 吳耿珍建築系畢業 他說沒想到一次不小心的嘗試 剪紙成了他最主要的創作形式 我不太知道說他背後的文化性是什麼 就連我們其實我們看到紅色的剪紙 我們會覺得說他好像是代表一種東方的一種符號或是元素 所以我就去想要去追查 然後那個追蹤到底是怎麼來的 畢業那年他獲得雲門基金會流浪者計畫獎注 到中國陝北觀察學習當地的剪紙技藝 回台後將傳統剪紙轉化 以不同媒材方式延展剪紙 最新作品則嘗試用照片輸出 慈海字典加上金箔 各種物件都能剪出不同面貌 同時啟動用剪紙交換文字的 《一千零一夜計畫》 我想要先找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 各個領域的朋友 當我把一張詞子寄給他的時候 他也許會想出一些奇怪的文字 我想像空間圖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我交給他們 我就希望他們隨便寫就好 就是寫越片段越頂隨越好 包括詞曲創作者王愚君 舞蹈家周舒逸 影評人和詩人都寄回了 收到剪紙後所書寫的心得 吳耿真希望能集合一千零一個片段 創造當代語言 撞到剪紙後所書寫的 現在我們快點再來 除非 我們就不可能 請說 我們就如同一個 我們的 我們感覺 我們還有 我們可以